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吴业南砍死小学生案 上海媒体揭命令保持沉默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门外 两名小学生被砍死的悲剧发生后 上海的媒体人收到一条冷酷的指示 禁止报道除了公安部通告以外的新闻 有网友在推特称 今天是上海媒体人的羞耻日 这么严重的社会新闻 我看了两个小时的上海电视台的新闻 头条仍然是各级领导的日常作息 接下来是社会和谐发展 说到这件今天震惊上海的惨案 居然不到两分钟 只是以警方的通稿交代 这所学校的家长都至少是中产阶级 可在官员的眼里也不过如草剑 与此同时 出世的世界外国语小学官网 至今一字不提这一恶性案件 网上有传闻称 死亡的是一名男童 是美国国籍 另外一名男童的父亲 是腾讯高管 6月28日中午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门外 有多名学生被砍伤 视频显示 在人行道一侧躺有两个孩子 身上及地面可见血迹 十三时许 110报警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已接到此警情 砍人者已被现场民警控制 多段视频显示 有两名孩子躺在人行道一侧 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白色裙子的女子 身上与面部有血迹 并蹲在其中一名孩子身边 按压其脖子部位 周围路上也可见血迹 附近一家餐馆的员工孙先生 告诉重案组37号 砍人事件发生后 他在现场看到两个小孩躺在地上 脖子上不停流血 有人在用毛巾给孩子止血 有城管和群众一起把砍人者按住 一个路过的空调修理工 用绳子将其绑住 地上还看到一把菜刀 十三时二十分许 110报警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已接到此警情 目前民警已经到现场处理 砍人者已被控制 接报后 公安民警立即到现场处置 在过路群众的配合下 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黄某 同时将四名伤者迅速送医救治 目前两名受伤男童 经抢救无效死亡 另外一名受伤男童 和女性家长无生命危险 经初步调查 犯罪嫌疑人黄某 男29岁 无业 今年6月初来到上海 其交代因生活无拙 产生报复社会念头 进而行凶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根据现场目击者 余姓男子称 男童身上及背部都被砍伤 据他表示 事件发生数分钟后 听到行人呼叫的学校保安 与一名路人一同参与制服了犯罪嫌疑人 记者14时许抵达现场时看到 事发地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环卫工人正在使用高压水枪 清理地面及围墙上的血迹 另据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官网 该校创办于1993年 是由上海市徐汇区政府与社会各界 共同创办的一所公立转制学校 2005年8月转为民办学校 学校分为三个部门 境内部 境外部 PYP部 IBO国际文凭组织小学项目 共有教学班55个学生1647名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